大家好歡迎收看一起看新聞 我是柔兒 大陸演藝圈從2018的 三冰冰桃漏稅事件開始之後 好像風波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包括2019鄭爽找帶領育母但是卻棄子 以及到今年雨月的道乃事件 七月吳亦凡性侵事件 還有因為演出山河令周子舒而爆紅的演員 張哲瀚他因為被翻出過去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在前面拍照比夜 結果人家說他有親日行為因而抵制 還有因為劈腿事件 然後就自己退出演藝圈的歌手霍尊 這些年中國大陸官方就在打這些所謂的 獵姬藝人 那首先第一個遭到清朗行動 所影響的就是明星趙麗穎 為什麼呢 因為在8月22號晚上網路上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傳出一個消息說 趙麗穎接了一個新戲野蠻生長 裡面要二度合作 跟以前有合作過的 這個古裝劇有匪的男主角王一博 要再度合作了 他的粉絲就不開心了 雖然我是不太理解為什麼會不開心 是尤北不太好看嗎還是怎樣 失處王一博了 但是趙麗的粉絲們 紛紛的從他們的這個官方粉絲號 就開始發頭抵制 一起來換頭像叫做抵制合作 絕不妥協 然後去包括罵王一博 或是導演 這個製作團隊等等的 那王一博的粉絲們 當然被罵了也不開心嘛 所以也就反擊了 那這樣一來一往下來 事情就鬧大了 鬧到微博的官方平台 那受到比較大影響的就是 趙麗穎的粉絲 以及趙麗穎的工作室 很多被封鎖的粉絲號 禁言是永久禁言 而且裡面不乏是有 包括 粉絲量已經超過200萬的粉絲號 但是這個微博 他們還是說 要禁言你15天來以作懲罰 所以趙麗穎也算是 第一個受到清朗的行動 而影響的明星 那接下來呢 有一個男團 是大陸演藝圈史上 壽命最短的男團 出道不到5天就解散了 在8月21號推出的 天府少年團 裡面有7個成員 但是讓大家注意到他們的 不是他們的歌多好聽 不是他們長相多帥 而是他們的年齡 我們也知道Tiff Boys 他們因為從13歲出道 所以人家說哇 小鮮肉耶 所以很多的金融公司 好像想要效仿的 但是這間特別特別的誇張 因為他們成員的年齡 最小7歲 最大11歲 平均年齡只有8歲 哇 網友們看到就說了 這個是在虐待同工吧 原本什麼都還不知道的情況下 而且他們徵選的 這些條件就是 只要你會說話 會寫字 好像就可以了 那連大陸的官方都出來說 這樣好像沒有必要吧 所以為了平息眾怒 在8月24號凌晨 經濟公司他們就 他們不做飯圈的文化 而且他們只是一群 愛跳舞唱歌的小朋友 那他們還把團名改成 熊貓少兒藝術團 好像就是說我們是做藝術 我們不是為了要賺錢走商業行為 但是大家還是不接受啦 所以在當天的晚上官方就說了 他們就當天及時解散 所以出道平均不到5天 接下來要講這幾個人呢 大家要稍微頭腦清清楚一點 因為有點複雜 而且有點雷同 都是這個包括約炮啊 性侵等等的 吳亦凡的事件爆出來之後呢 好像就很多女生開始覺得說 雖然他們是大明星 但是我們以前遭受過的事情 我們以前不敢說的事情 其實我們如果勇敢的站出來 好像他們是可以受到懲罰的 所以也紛紛的開始勇敢站出來 指責他們了 這個被指責的就是 湖南衛視天天上上的主持人 前鋒 他在24號的晚上 突然微博有一個畫名叫做小易的女生 就說了 他其實是一個畢業之後就開始從事電視演出的工作 那在2018的時候 他接收到了天天上上的這個邀請去錄製 錄完他就收到了工作人員的這個說 前鋒想要跟你家微信聊一聊 那他想說 哇主持人願意欣賞我 他當然好對不對 在2019年2月他們就在上海的一個飯局 就約上了 誘導他喝酒叫做勸酒嘛 那雖然說他喝的這個 酒精濃度不是很高的這種水果酒 但是沒有想到 小易他就開始覺得昏昏沉沉 他就意識到自己被下藥了 隔天等他醒來之後發現自己就躺在床上 全身赤裸 旁邊也躺著一個裸男 欸就是前鋒 小易崩潰了 早快穿衣服離開 在路上還被這個路人說 欸你的衣服衣領被撕破 他才發現哇怎麼會這樣子 那他之後也有去找這個飯店的監控影像等等 他都有找到 都證明自己是在不情願的狀況下 被帶到這個飯店的 那他就之後就去質問前鋒了 但前鋒咧 欸手法老練的樣子哦 他不僅要透過微信來轉帳 要安撫他甚至還跟他講說 我喜歡你我想跟你談戀愛 小易就覺得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你這樣子的反應 好像很常常這樣子做了 所以他就決定去報警 結果沒有想到做完筆錄之後 好像就沒有了消息了 是不是遭到吃案了 他不知道 但是他非常的崩潰 所以因此多次的想要親身 然後被朋友救了回來 那在有這個法律背景的朋友支持下 決定要站出來 要讓前鋒受到應有的懲罰了 那前鋒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任何的回應 但是湖南衛視他們就有說 在調查結束出來之前 前鋒將暫停一切的演繹行為哦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在中國大陸 以及韓國都活動非常活躍 然後人氣也非常高的 這個第一個在SM娛樂出道的香港人 NCT的成員 Lucas黃旭熙 他同時也是SM娛樂他們在組了一個 全華人的男團 然後在中國大陸活動的威逼的成員 那同時也是奔跑吧的固定成員 所以人家就說你183的身高 帥氣的臉龐 一定很多女生喜歡你對不對 他的粉絲一定很多啦 那沒想到他居然就跟粉絲們 牽連上了 而且還不只一位哦 就有一個韓國的女網友 投出了很多的對話截圖 來證明說我跟Lucas確實有交往過 但是呢他敘述裡面就說 Lucas常常說你太像粉絲了 我不能接受我們分手吧 講完隔天又說 我想你我們繼續當朋友吧 然後就去找他 然後多次的這樣子約會 但是在約會 每次的費用包括飯店啊 任何的費用都是女生出的 後面沒有想到他是這樣子的人 因此心裡有點崩潰 所以還因此得了抑鬱症 那這個韓國女網友po出來之後 第二個就跳出來囉 隔天一個大陸的女網友 叫做效仿專家 他說2019年他去北京的簽唱會的時候 朋友起哄給禮物嘛 卡片上面他就寫了自己的這個 IG跟微博的帳號 沒有想到當天晚上就接到了Lucas的 私訊然後呢 他們就約了凌晨在飯店見面 結果第一次見面就發生了 除了啪啪啪以外的事情 哇好像已經不得了囉 然後呢見外面他還要女生刪除這個聊天紀錄 第二次就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狀況下 發生了性行為 他還有問Lucas說 這樣子好嗎 Lucas說沒有關係 他在這個跟Lucas聊天中 他也聽到Lucas說 包括他覺得他們在練習時期啊 其實就常常出去玩 但是他覺得吳亦凡這樣子的行為很傻逼 還有他在奔跑吧這邊的時候 他覺得製作單位剪輯變成一個大傻子的形象 讓他很不滿 所以他也在考慮說 要不要繼續錄下一季 他叫做現在危在旦系 好像這個名字別有用意哦 他說他是之前在跑活動的時候 因為開了手機的AirDrop 結果看到裡面有個帳號叫做 Lucas iPhone 好奇丟了個貼圖 沒想到就這樣真的跟Lucas聯繫上了 那Lucas在他們聊天中 他就還會問女生說 你在哪裡有家啊 他想要主動去 那這一次活動他就知道當地女生那邊有家 他就去找女生了 然後在那邊還跟女生一起邀他 吸煙喝酒 對話中也看到Lucas 他要女生買精品送給他 雖然爆出了這些事情 但好像真的說實在好像也沒有到犯法 所以他們這個 那Lucas也手寫信來道歉說 希望可以給我機會來彌補這些 當然沒有像吳亦凡這麼的嚴重 但是好像人品上面確實是有點瑕疵哦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在韓國 所以真的有被判刑的 朴友天 東方神奇的前成員 以及JYJ的前成員 他在2019被他的前女友黃賀娜 爆出說他們一起吸毒 當時他還開了記者會澄清自己 強調我絕對沒有吸毒 如果有吸毒我就退出演藝圈 見識人員要去採集他的毛髮 他卻染了又染 漂了又漂還全身脫毛 就為了不被採集到 就這個驗毒的這個毛髮 那見識人之後是非常辛苦的 在地板上面終於收集到的毛髮 確定他有吸毒將他定罪 被判刑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2年 那他有吸毒他是不是應該要退出演藝圈啦 但是不到一年的時間 他就開始創立了 官方粉絲團出單曲 還舉辦了多場的粉絲見面會 活動非常的頻繁啊 沒有想到他的經濟公司出來大意面青了 負債了CEO 結果沒有想到裡面旗下唯一一位的藝人浦友天 居然出去吃喝玩樂 還有他的生活開銷 全部都報公帳 他都用公司的法人卡去支付 那甚至說他當時同居的女友去買名牌包 他也刷公司卡 那他去深色場所吃喝玩樂 花到了一億韓元 全部都是公司買帳 吸毒還有這個挪用公款嘛 之後還有在8月21號前韓國娛樂記者 金榮浩 他就在YouTube直播上面就爆料了 有一個匿名的爆料者變身的語音 就跟他對話就說 他其實不是蒲友天的粉絲 但是他看蒲友天在吸毒之後非常低潮 他就有私訊蒲友天跟他講說 哥哥請正坐 結果沒有想到就收到了蒲友天的語音訊息 並且跟他講說我一個人真的很累 那我們要不要出來喝一杯呢 女生就想說 現在是疫情期間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去 就這樣子來拒絕他 沒有想到蒲友天賦理會 繼續說 你可以邀你的一個朋友一起來啊 我們可不可以來個二對一的Sexy呢 哇 這個網友聽到覺得 你這個真的是 他在裡面真的是罵髒話 我們也在講 這些藝人明星他們雖然 自帶流量人氣非常高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他們必須對他們的行為 都會帶給很多的 包括未成年人或是喜歡他們的人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們必須要以身作則 做好榜樣 所以大家理性追星 那明星們也要好好的檢點一下自己 注意一下自己的行為啦 好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一起看新聞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掰掰